无意之中 小姨妹撞破姐夫奸情 喂 姐夫 您现在在哪呢 为了挽救姐姐的婚姻 成全姐姐顶中了幸福 周里面 面对受性大发的姐夫 小姨妹将最终做出怎样的牺牲 泥土之 禽兽姐夫 即将为您讲述 解决阅 阿倩 喂 姐夫 您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 您有什么事晚上回去再说吗 我这现在挺忙的 好好好 再见 走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迷途 我是康健 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女人名叫张倩 也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这一天张倩正在逛街却无意当中发现 姐夫周立民竟然背着她姐跟别的女人油然 这让张倩是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个张倩一直觉得 姐姐跟姐夫的感情那是非常稳定的 谁曾想到姐夫竟然会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该不该告诉她的姐姐这个事情呢 姐 姐夫最近对你好吗 什么好不好都老夫老妻了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婚姻是继续长留的 激情很快就没了 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一辈子 只要还是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姐 我觉得你太善良了 你知道吗 姐夫最近她最近挺忙的 也没什么时间陪我 不过说起来都怪我没能给你生个孩子 姐 对不起啊 看你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着姐姐失落的样子 张倩觉得心如刀割 说起来啊 都是我好了我姐 我八岁能念的冬天 她啊 吊开我伤的吃她了 那睡了那要死有山 叫什么的人 我最后要死了 还好我姐啊 直接不高兴 明的就调下来救我 但是我喝了救我都是超精的 我两个都不会有用 插着就严死的了 后来怕啥啊 但是 那个只好 我姐的离家 就差差几个月才来一次 我没不该要打人家 之中嘛 就打不了指令 其实 无钱无钱呢 又再个回 只有指写来 一提起张荣 这张倩是满心的感激啊 原来啊 这姐妹原本呢 是孤儿 张荣呢 比张倩大得四岁 张倩在一岁的时候啊 这父亲出车祸死了 紧接着呢 母亲因为悲伤过度 心脏病突发 也相继去世 幸亏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 这个夫妇呢 收养了他们 这姐妹俩呢 才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呀 就在张荣十七岁的那年 养父母也是因病相继去世 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 张荣只能牺牲自己 辍学打工 供这个张倩读书 现在 姐姐的家庭出现了危机 而这个张倩呢 从姐姐的话里话外 明白了姐姐的难处 和对姐夫的这份感情 为了帮助姐姐挽救家庭呢 张倩就决定 还是先找姐夫呀 来谈一谈 前 前天我看见以后 你和一个女的去宾馆 那女的是谁呀 姐姐啊 这种话不能乱说呀 不是错的 姐夫你别再狡辩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和我姐 风风雨那么多年 才有现在这个家业 你觉得容易吗 最难得 患难夫妻最难得 你别对不起我姐 不管你看我 只有你姐 他什么吵枪 你明白吗 我说 你别对不起我姐 而且他漫不愛你 你真堂持不了他 我幹什麼事 我自有分寸 你先回家吧 如果你要想讓一件好過的話 不要多做 咱姐在找我了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他們倆姐妹感情一直都好 而且她姐姐工作大 傻大修我 幾乎那都是她姐姐掛的 2013年 在張榮的幫助下 張倩進入省了一所大學的中文系 就是在這個時候 張榮認識了當年還在做銷售員的周立 並與之談起了戀愛 但是戀愛之後的張榮 仍然把很大的經歷和財力 都放在妹妹張倩的身上 這讓周立敏頗有位子 張榮的很溫柔 你瞎當了卸 但是她這個任務贏的缺點就是 她買在她行李面了嗎 長的比重太大了 我們瞎當寬難的時候了嗎 花的卸都是先進到她買賣那邊 我媽就說了嗎 這個女人了嗎 只顧女娅交不顧破交 其實這些都是為了她買賣 我們都還死了嗎 才一拖再拖 2005年 不懈努力的周立 事業上有了起色 銷售業績 拍到了公司的前三名 此時與張榮相列多時的談 向張榮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可是張榮卻覺得 妹妹還沒有畢業 自己放心不下 直到2007年 張淺大學畢業之後 張榮才同意與周立敏結婚 其實要說周立敏和張榮的婚姻生活 本來是還算幸福的 但是周家人老是覺得 兒媳婦是為了自己的妹妹扯兒子的後腿 於是產生了一些口角的紛爭 周立敏為了躲避母親和老婆之間的這種矛盾 乾脆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業務上 你還別說 慢慢的周立敏的業務是越做越火 於是他就索性下了海 自個就創辦了一家公司 短短兩年的時間 周立敏的生意已經在業界裡頭 可以說是頗具規模 這時候才大氣粗的周立敏 再看看自己的老婆 是越看越不順眼 特別是這些年來這個張榮的肚子呀 一直沒反應 上醫院這一查的醫生說要懷孕呀很困難 這就讓這個思想傳統的周家人呀 非常的不滿 就在周立敏為此心煩意亂的時候 一個偶然的集會 他邂逅了高中時期的初戀情人 袁小洪 袁小洪告訴周立敏 他的丈夫已經去世了 自己帶著兒子艱難度日 其實多年以來 周立敏對袁小洪一直念念不忘 周立敏覺得這是命運中命運的安排 兩個人很快 久情復染 成為了地下情人 卻沒有想到自己出軌的一事 讓張借壯破了 其實媽媽我長得沒小過李環 這種懷孕不是說李姐不然李呢 我跟葉飛鴻在一起 一個呢是拍姐寂寞 另外一個 她要是跟我三個兒子就好了 我跟我媽呢就有個交代了 可不小李環就是怕我姐翻她的財產 但是我認為呢 張借壯離了我今天的日子是不會好過呢 老人不知道說 寧茶室做苗不足以抓魂嗎 所以老實說 還是學學學找李明 哪不知很快有卡結 特剛那個女兒再次了 李明你什麼時候跟她結婚了 我跟她結婚了 她結婚了 那我會把她結婚了 右邊說 是還給她的 偶像她 的一張 所以我笑可是她 我一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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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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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张燕 你今天 你别听 张燕 前面 张燕 张燕 遭到人